然後再來的話,剛剛這個007這個產線人員之後,我要把程式貼上去,那這一題也許就先到這邊 那其實你會發現我最早大概我好幾年前寫的程式碼 其實基本上跟剛剛寫的7其實也沒太大差別,你會發現只有有個地方不一樣 大概幾個地方不一樣,第一個向下追蹤,因為我把它寫成固定的 你可以改成非固定的,還有哪裡不一樣,變數名稱不一樣 剛剛我們用total salary,這邊當然用sum,一樣的道理,你可以取一個名稱你比較熟悉的 每個人習慣的名稱都不太一樣,你可以有一套你自己的寫法沒有問題的,絕對沒有問題 他另外還有那個什麼,這個sales後面的這個,原來這個church p裡面是用數字 那你是可以改成哪一欄,因為用數字有的時候很比較,還要再轉一下 說第一欄是什麼,就A欄,那就用A欄來表示,相對起來會比較親切 所以以後的話,你會發現,像這樣的寫法會蠻常出現的 什麼寫法,就是在一個回圈裡面,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樣的寫法其實會很常出現,就是說你要找出什麼樣的資料,做什麼事情 這一個基本寫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啦,反正你又有個範本,然後你套用,然後將來如果看多了,你就知道 甚至不用church p裡面,你自己也會寫,那表示就很厲害了 那接下來請各位再看下一題,下一題難度會更高一點 就是叫做009,前後三名工資總計 那這一題其實也是一樣,第一個你可以想想看有沒有用什麼函數 OK,那我們把它抵...這個剛剛有亂一下 那這個字有點太小,把它稍微放大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它預設的字 那寬度好像不夠啦,你們工資好像原來是太小 你把它拉寬一點點好了,OK 那當然這邊是取大概幾個員工,大概9個員工幫我找 可是如果一般公司有的是幾千人上萬人的公司 那假如說我要統計一下,比如說前100名的肥貓 大概跟後100名的魯蛇比起來的話,有沒有 有小魯跟中魯還有大魯,有沒有 因為我看那個什麼三...應該有沒有看那個什麼三道猴子的一生,有沒有 他們都會自稱我是什麼魯什麼魯,有沒有 然後他如果買那個公升級的重機,那它叫脫魯,有沒有 它有一個專業名叫脫魯,OK 應該有聽過這種東西吧 應該知道什麼叫三...三...三...三道猴子 不會玩就沒聽過吧 好啦,你Google查一下 這個非常...只要是年輕人應該都知道 最近真的爆紅耶,我剛剛也不知道 但是我同溫層裡面可能還有年輕人 然後就是會出現說那個...這個東西很好看 我想好吧,就跟他一下,就看一下 其實我是還滿可以理解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買一台重機 但是我們不是...我們...我們不是猴子啦 如果是猴子,我們是算很老的猴子了 因為當我們這個年紀,其實要的並不是一個刺激 不是像他們一樣要什麼...過彎要什麼...要很...怎麼樣 或者是他們還要去把妹之類的 OK,那我們...我們要的只是說 我們要舒服啦,慢慢騎就好了 我們也不是說要去飆車幹嘛的,OK 不過後來發現我那個車子大部分都放著比較多 大部分...會騎他都是騎去洗車啦 然後洗一洗要把它放回去,大概這樣而已 有一度很想把它賣掉 但是好像賣也沒什麼...沒什麼錢 而且後來覺得好像...算了就擺著吧,OK 偶爾把它騎一下,騎一下 最近又要去驗車了 OK,就是大概就是這樣,要不然就要修車 男...男生的玩具嘛,OK 好像沒有一個...其實最早我也不會想買啦 就是因為身邊有一些...這個... 算是交到比較不好的酒肉朋友吧 就會慫恿你說要買...買...OK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其實真的... 那首先這一題來看,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題目要的是什麼 它其實就兩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的話就是什麼...姓名 有沒有...第二個欄位是工資 那我要找出前三名的跟後三名的 所以其實這應該是兩個題目啦 只是說把它兩個題目變一個題目 所以其實你可以分兩個階段做 先找出前三名的 再找出後三名的 那以前怎麼做? 以前的話最高的... 你會想由於要放工資是不是 資料裡面排序是不是? Z到A 然後把它找出來 加總之後 應該就有了 可是問題啦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你做這些 因為可能裡面會有一些... 排序... 就排了會亂掉之類的啦 假設啦...OK 而且感覺這樣也不夠專業啦 就是說... 希望你用一個函數 可以找出... 其實只要找出第三名就好了嘛 也就是只要條件是大於等於第三名的 有沒有... 大於等於第三名的 那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嘛 把它加總起來不就OK了 所以... 關鍵來了 你如何知道第三名的公司是多少 第三名喔 OK 請問一下 這用哪個函數呢? 當然你可以知道說 最...第一名的話是用max 覺得OK啦 有沒有 但max是只有... 一個 可是你要是第三的話 那第三的話呢 當然喔 插入函數裡面 這個應該在統計吧 因為這個算是統計的一部分 其實...當然你如果不知道的話啦 有個方法 反正你就... 往下找 有沒有哪一個關鍵字 比較... 是... 類似... 類似什麼 就是我們的需求 那你會一直往下找 就會看到一個關鍵字 叫做什麼呢? 那我先選到類別的 因為其實是跟統計比較有關係 然後你可以發現啦 然後max只有找到最高的 可是如果你要找到第三的 那只要大於等於第三的話 那不就得到我們要的 所以第一個的話 你就找到第三名 那第三名的話呢 其中喔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函數 應該... 猜得出來哪一個吧? 有沒有...large 那large的話 其實呢 它... 底下會顯示說 它第一個array array就範圍啦 所以... 或者是說 正確的名稱應該叫做正列啦 可是這個正列的話呢 在esail裡面 其實就是所謂的範圍 然後呢 痘點k的話是第幾大 欸... 那不就改成三就好了 第三大 OK...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有沒有它這邊說 例如是第五大 那就... 把它改第五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按確定 第二個array嘛 array以後看到... 只要看到array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就表示給它一個範圍 然後呢 範圍的話 就是這個工資的這個範圍 有沒有 那另外的話 array它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前後都是大瓜糊 所以以後如果你看到大瓜糊的 這個... 資料型態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一個正列 那所謂的正列 就是說 一個變數裡面 它可以放多個資料